当霸池锦和一辈二十锦里购 搅换硬食时 通过节目了解一下 这两位的饮食习惯 有多么的不同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对钱大先生 以及多多女士 来做一个个人专访 你好钱大先生 请问你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你不当啊 哦身高一米八零 体重却只有八十斤 那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呢 咋吃都不胖 这太让人羡慕了吧 那我知道你的想法了 就是想胖呗 好的收到 多多女士 请问你是什么愿意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咋吃都胖 你礼貌吗 嗯 顺高就一米四 体重150斤 哼 喝凉水都长娇 听到他这个个人情况 我心里的劲多了 那我明白了多多女士 你的诉求就是想长胖 你的诉求就是想变瘦 我觉得很不想长胖 对多多女士的诉求就是想变瘦 对不起对不起多多女士 好的 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就来开始进行 我们节目的下一环节 现在开始了我们的早餐交换环节 多多女士的早餐是 大半盆冻干果粮 加上一罐金枪鱼 鱼子酱罐的 而前先生的早餐 则是养奶泡了点冻干 随后二位自愿交换了早餐 让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前先生面对这么硕大 又油腻的一份早餐 显得无从下口 吃的那是相当费劲了 我们再来看看多多女士 这边的战况 结果可想而知 多多女士 飞快地解决掉了 前先生的早餐 而前先生 在勉强地吃掉了 上面的罐头之后 对我们表示 真的吃不下了 但是前先生没想到的是 迎接他的 还有更巨大的挑战 在聊天 哪里 истории 晚宁 即使一首 早前先生 voy与 早餐 走 趁